另外再来看到台北地方法院轻判了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一世七年四个月 还认为他不构成贪污 网友骂翻天 有网友发起了台北地院我呸运动 还有民众干脆跑到林一世报道的派出所外头 要林一世介绍他加入民进党 不过这下惹恼了他的妻子彭爱佳 林一世获得轻判 每天还是要到派出所报道 半路去有男子对他举白布条 说要加入国民党 场面超尴尬 赶紧护着老婆快步离开 但是阿伯不死心 这可让彭爱佳开口了 黄爱佳生气了 不过更弄的是网友 对于判决无法接受 用哭手图戏虐 一群民众抢着要办国民党政 甚至发起团购 因为好处多多 列举六大国民党政可以贪污 还不用被关的例子 另外三位法官也成为了炮灰 不过有支持者说 这是树立司法里程碑 马上就被讽刺 说里程碑有时候长得跟墓碑很像 有网友不满 林一世可以拿回1420万 要响应台北地院我赔活动 网友不客气连三胚 台北地院我赔 零一世我赔 国民党政我赔 另外也有人说 中国国民党开的法院 请大家加入国民党 因为这样可以跟马英九 站在一起说 我们准备好了 他拿6300万给人家 这是被认定行贿 还被罚了 但是居然没有人贪污 没有人收贿 他说难道他是跟幽灵 还是跟空气行贿吗 爆料的陈启祥气炸了 提供的证据 没有办法让林一世一刀毙命 或回归法律面 特征组强调 法院对于职务上的行为 认为和公务性职无关 有违背法理的地方 会在最快时间内 对林一世等五名被告 全面提起上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北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